Row 先刮糊起來 先減掉 後面再乘上多少?乘上7 Row 本來是3 第三列的時候 減掉3就不乘上7 我就不加上7的倍數 可是當它等於4的時候 4減掉1的話 那是多少? 1乘上7 那就加7 那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然後把它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是不是我們要的結果 7 1到7 往下 有沒有看到? 8 9 10 11 12 13 14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階段 我們自動會產生什麼? 利用Column跟Row 自動產生我們要的數字 以後你利用這樣的方式 一個四串表 你就可以定位好 你要做後續的處理就很簡單了 這個Column跟Row這個函數非常好用 但是你要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有必要先放在A3 先用Column A3 然後加上什麼?Row 有沒有?後面也是A3 那他會取得3 減掉3 後面這邊 記得要先刮弧 再乘上7的倍數 那如果說呢 你們如果記不太牢 記不太起來沒關係啦 在我的那個雲端空間上面 請各位注意一下 乘4碼 點下去之後呢 各位可以把它往下拉 因為這個是我課程一部分 這邊就有萬年曆 如果各位要參考 記不太起來公式的話 這邊都會有 第一階段的那個 有沒有?Column A4 這個是完成的 怎麼樣完成這樣子 OK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要繼續就是 先把這個 先做出來之後 他要做什麼呢? 讓他可以 1放在哪裡呢? 放在4 放在第三 那怎麼放? 我想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把這個表格先做出來 OK